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一百次都没关系 那肯定没有 行动党没有这么有钱 没有人会捐给我们二十六亿 这是第一点 第二 你说 事实上他们协收到多少钱 我们老实讲不知道 那是另外一个课题 政治宣教 可以继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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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二个 那你说 有没有人想通过花钱 然后要在网络上建立起自己的身世 那也有 之前通过twitter 我们知道也是可以用钱去买follow的 那么之前也是有一些单位做出一些调查报告 讲说谁的follow我最多是灌水的 不好意思 那个灌水最多follow我灌水最多的 那个是我们的手下 那个也不是行动党 所以第三 我觉得 那你说语言词穷 所以它必然是属于红豆 那么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很坚公平的 你觉得经验到我的面子书上面骂我的人 他的词汇就非常丰富吗 说来说去也其实就是那几个point 可是我倒不至于说就把它讲成说 我知道他是你马花的支持者 可是我是不是就必须要把它凑上一顶帽子讲说 哎呀 反正你们就是被行动党收买的 或者是被马花收买的 然后你们就是已经为了钱出卖良知 然后就是一群已经是不分青红皂白 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然后把它跳上一个帽子 所以只要谁说不过的时候就是说你就是红豆瓶 那么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健康 或者说是一个平等的讨论空间 那么我的看法就是很简单 今天网络是开放给每一个人的 你今天在网络上受欢迎或者是不受欢迎 我们不能够一味的去怪救别人 我们是不是也要去思考一下 如果说今天我做了一件事 说了一句话很容易就引起公愤 那么问题的根据是出在哪里 为什么又不见了其他的人 会面对同样的问题 那么我觉得事出必有因 无风不起浪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我们必须看回去 去思考去检讨的地方 我们不能够就是一致用一种我觉得就是很单元的说法 反正这就是红豆瓶在信奉坐浪 那么我觉得第一你是在太过高估行动党 对网民的这种控制能力 第二你是在觉得每一个人他都没有独立的思考 那么这群人就是说我要他走东他就能够走东 我让他走西就能够走西 那么这些人都已经上市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么如果今天网络上 真的是有这么多的人都失去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那个我必须说 大概可能也是我们教育失败的问题 连别人唷